大家好 我是林伯杰 那我不知道您跟我是不是一样 都是台北爱乐歌剧坊的粉丝 nice 那台北爱乐歌剧坊这十多年来 一直不断的推出新的歌剧 每每就让我们在台湾 很少看到歌剧的这些乐迷们 得能够大饱耳福以及眼福 那在今年5月的时候 我在台北爱乐的制作这一个 第一个是莫达特的《可爱的牧羊你》 第二出歌剧是拉威尔的《顽童与魔法》 获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体验 那当然很遗憾的因为疫情的爆发 三个月乖乖窝在家里面 还好在9月20号 爱海北爱乐歌剧坊 将要再把他们先前在中山堂的演出 扩大来到了台北国家音乐厅 那为大家来献演 那第一出的莫达特的《可爱的牧羊女》 是一个12岁的德语歌剧 那另外一出呢 拉威尔的这一出《顽童与魔法》 我不知道各位朋友是不是看过 讲到拉威尔 你可能想到他非常多的代表性作品 例如《西班牙狂想曲》 例如《玻璃路》 那他的歌剧他只写两出 一出叫做《西班牙的时光》 第二出叫做《顽童与魔法》 《顽童与魔法》 其实是非常可爱的一出歌剧 讲一个小朋友不写功课啊等等这样 妈妈当然骂他 那他本来就是一个脾气非常new的人 去把他家里面的东西 时钟等等的搞得破坏 结果趁着这一个时候呢 这些被他欺负过的 不管是有生命的 没有生命的 突然都好像中了魔法一样 开始活了出来 那在这一出歌剧当中 虽然故事时间演出并不是很长 但是一个很大的演出问题是在于 他必须要动员非常多的声乐家来演出 因为里面除了顽童是由次女高音来扮演之外 其他的你会看到的什么青蛙公主椅子火这些 都要由不同的声乐家来扮演 所以对于不管是在国外也好 国内的制作也好 其实要一次找来这么多优秀的声乐家 同台演出都有他的困难度所在 而台北爱乐歌剧坊长久以来 在台湾的声乐家的培养当中 我觉得他们接近了一份非常用心的栽培 于是我们今天可以在这一场 顽童与模仿当中 看到了台湾青壮世代最优秀的声乐家 一起来演出 而且我觉得在这一场演出里面 大家可以特别来注意看一看的就是导演的手法 这一次台北爱乐歌剧坊 邀请到的是台湾的青年才子陈昌旭来负责指导 他把这一个原本可以说是比较偏亲子风格的歌剧 变成了一种黑色喜剧的方式来做呈现 那这一种方式呢 当你在欣赏整齐歌剧的表演里面 你除了听到声乐家们精彩的表演之外 无论是灯光 服装造型 布景等等 你都可以感受到跟过往 甚至我去YouTube上面找其他国外的演出 我都觉得比不上我们台北爱乐歌剧坊的这一次制作 而刚刚前面我说到五月的时候 我在台北中山堂所欣赏的这一个制作 是用钢琴独奏的方式来演出 可是9月20号在台北国家音乐厅 除了台北爱乐歌剧坊 由邱军奖总监指挥率领将近20位的声乐家之外 也请到了长荣交响乐团以原始的编制来演出 大家知道拉威尔的管弦乐法非常的精巧 你从他的这个管弦乐的配器跟人声的演唱 你可以发现到他作曲上面的魅力 而这种魅力只有搭配乐团完整的演出 才能够体验得到 所以欢迎大家9月20号 我们来到台北国家音乐厅 一起来欣赏台北爱乐歌剧坊 他们所推出的两出歌剧 上半场是莫扎特的可爱的牧羊女 下半场则是拉威尔的顽童与魔法 邀请大家